阿弥陀佛 这位同修 大家尚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又是到星期五了 请放掌 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 读书千遍其一致谢 这个经文要重复的读得很熟悉 那么这个义礼自然就献起 读书能够深入义礼 在我们生活 深口一三月的行为 才能够依照经典这个标准 来修正 来靠近 所以读读是全方便 我们敬老和尚 这些年来把 这些根主要是具体来落实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敬业三福 第一福的修学 也就是基础的修学 这个三个根就是仁天佛 在佛法 五圣佛法 是仁天圣佛法 那么成佛要从仁天上提升 提升阿罗汉菩萨佛 这是五圣佛法 所以我们学习啊 没有这个根本基础 我们学大圣佛法 很难有成就 好像我们盖这个房子 没有打地基 怎么盖啊 盖不起来 盖起来一下就倒掉了 这个没有根 那么没有根啊 像那个树没有根 风一吹就倒了 有根 那么它会不断地生长 这个树到冬天枯了 明年还会长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根在 如果这个根没有 枯掉就枯掉了 永远不会再长出来 所以我们学佛 学卢或者学道 学初世间法 世间法都是同样一个道理 没有根就不能成就 佛法三十七道品讲 五根五立 七菩提昏八圣道 前面啊 这个 四念处 四如一处 前面的修学 修学到有根 有根它才会有力量 好像那个树根啊 它越深 那么它台风来 它也不会被吹到 所以用这个来 所以用这个来 比喻 静岳三福 那么静岳三福 那么静岳三福 我们现在呢 要补习这个功课 就是第一福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持心不杀 修使三年 那么过去我们也听 静岳和尚 在早年啊 有 分题的 讲解这个 静岳三福 但是大家听了 还是不知道 具体啊 应该怎么做 就是对这个概念上啊 大家是知道啊 应该怎么做 但是要怎么做 不知道具体啊 从哪里下手 那所以这个 一二十年来啊 提倡这三个根 那主要是 落实啊 静岳三福 第一福的 那怎么样去 效仰公司 实施的 那么 儒家这个 弟子规 里面讲的 就是具体的 做法啦 那这个都做到了 那么就落实到 效仰公司 实施 那么这是伦理道德的教育 那么 慈性不杀 那以道家的太善感灵篇 讲因果抱怨 那么 那么佛家的十三列道经 有因果 包含 伦理道德 所以 地子规根感灵篇 是来 补充说明十三夜道经 所以在 《地藏三经》 《专查善乐业报经》 这个佛给我们讲了 言十善者 寒色一切善法 言十二则 寒色一切恶法 讲到十善 凡事属于善的 都涵盖在十善里面 讲到 二 不好的 都涵盖在十恶里面 所以我们 有时候 我们学一部经典 也要找其他的经典 来做一个 以经解经的一个 佐证 不然 我们 我极限在 这个经 自己又没有真正通达 那往往 断账取义了 这个十三夜道经 没有教我们孝顺父母 那就可以不孝了嘛 大家想 是不是这样 那好像又 不应该是这样 但十三夜道经 没有讲 所以我们没有去看 《专查善乐业报经》 好像心里上 多多少少有一些疑惑 我们看了《专查善乐业报经》 这段结果 那我们答案就出来了 《专查善乐业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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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这样去解释那个戒 那就大错了 那么那条世界的精神 是以那个做一个代表 这个酒 它也完全是不好 当药用 它还是可以开源 但是防止人喝多了 喝醉了乱性 你去照那个前面那四种恶业 所以酒本身它没有醉过 酒都是植物酿的 它也没有杀神 酒本身它没有醉过 但是因为人喝醉了 喝多了 会乱性去照恶业 所以这条界不叫性醉 它是叫知醉 知醉就预防的 那么根据这条的精神 那你凡是会老乱 会麻醉你精神 身体的这些物品 那更不可以 这个酒正常的都可以喝 不要喝醉就好 还可以做料酒 这个佛都把它列为中介在禁止 那何况那些毒品 当然更不可以 所以你说抽烟 抽烟 佛五介没有讲不抽烟 只有讲不喝酒 那我可以抽烟 抽烟对身体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不好 那不好都列在十二 所以经你不能够言解 往往就断章取义 那这样 这个修学 就会有错误了 所以地止规感应篇的 是不是欠人家为善 是 欠人家断恶的是 那不是符合十三列道经的经义吗 所以四一法 讲 第一个一法不宜人 第二一意不宜 第三一了意不宜不了意 第四一字不宜事 法就是经典 有依据我们可以相信 那意义啊 叫意识跟佛讲的相应一样 那谁讲的都可以 那佛都认可了 所以 这个感应篇 也不是我们敬老和尚 才开始提倡 我们敬宗十三主 印光祖师 当年赛事 大力提倡 不但提倡 大力提倡 还有了凡事经 安事全书 那这有人质疑 这个不是佛经 但是 这三部书 所讲的内容 都跟佛经相应 这个叫意义不意义 这个叫意义不意义 意识 对了 相应了 谁讲的 语言文字不同 没关系 只要他的意识 意义 对了 就可以 一了 甚至其他宗教 讲的如果跟佛 是相应的 我们也可以一啊 所以佛经啊 不是只有佛一个人讲 有菩萨讲 罗汉讲 有先人讲 还有外道讲的 他讲的啊 跟佛讲的 这个经典的经意 是相应的 我们都可以 这个 来作为啊 依据 这个我们大家 一定要明白 所以我们敬老佛上 提倡这整个根 就是要落实啊 敬业三部 第一部 那么有了第一部的基础 我们才有资格 入佛门 才能授持三规 那么 真正成为一个三宝弟子 真正能落实三规了 才有资格授五戒 八观摘戒 佛门戒 居住众戒 不犯规 那这也再能提升到 第三部 发菩提心 你深信因果 读诵大神 渐进行着 所以我们没有低伏的基础 我们现在 不要说受戒 能够得戒 我们受个三规一 都是形式的 不是真正的三宝弟子 你说我三宝弟子 那就追过了 我是三宝弟子 但是还在造二业 不孝父母 不敬师长 又没有慈悲心 一天到晚杀身 又造十二业 你说 我们可以自称三宝弟子 这个自称三宝弟子 罪过就无量了 那还自称自己是比丘比丘尼菩萨 那罪不是更重了吗 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敬老婆上 讲这些话 有很多人他听不进去 不喜欢听 但是讲的是真话 我们这一生 真想要有成就 要听真话 要真干 我们才能成就 如果不听真话 不真干 这一生又恐怖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贵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